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中文因为气度 说真的这篇我本来没有很想讲 因为我没有很爱做太多政治相关的东西 不过无所谓啦 因为这个东西还真的是 在我关心政治以来 这是第一次美国用这么这么清楚的一个表态 来跟世界说 也就是透过媒体跟世界说 我们会出兵守护台湾 这真的是第一次 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 会看到一个美国总统愿意做这样子的表态 OK 那这个表态是非常清楚的 从他嘴巴讲出来的 只要他今天没做到的话 这就是背信这样子 这就是欺骗世界 不过说真的那又怎样 如果今天真的中国打过来 然后美国没出兵的话 然后大家指责 指责Joe Biden说 你骗人你说谎 我又怎样 他就说 他可能就可以转个弯索 对不起我实在是不能看着我们的这些 美国的军人在上战场 然后替别人死掉 他在国内一定会 声望上说不定不见得 不见得会降低 好了 这些额外的我们不扯 我们来学英文 所以他的标题是说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解读是 这总之就是中国的一个侵略 所以他们不会视为 就如同中国想要希望解读的 就是他们 中国希望这是被看成是一个内战或之类的 但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中国的 invasion invasion怎么翻译 侵略 OK侵略 好所以他说会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something 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 event是事件 所以在这样的事件中 那这事件还没发生 这事件就是中国来攻打台湾 好 总之我们来学一些简单的词就好 这些词对我来说真的是 很常很常见 对同学来说可能不是 unprecedented这个词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次 但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美国 这是拜登说的 拜登说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击 那什么叫前所未有 大概可以说是 我们从这个823 823炮战后 好像中共就没有在 对台湾做任何武力上的 真正实质的侵犯了 所以这也不叫做前所未有 因为以前也有过 只是真的没有打到台湾本岛就是了 所以他的确 如果说今天中国打过来 那的确会是一个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这个词我们讲过蛮多次 但无所谓 我知道都有新观众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补充一下下 precede这个词 就是在前面已经有了什么东西 succeed这个词则是相反 则是接任的 所以我每次举的例子都是 我今天接任吉他社社长 我的前一任叫做John 所以Paul就succeed了John 成为了吉他社社长 So Paul succeeds John as the club president 这样子 the guitar club president 那导过来说 就是John在我的前面当过社长 而我是接在后面 So John precedes me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guitar club 所以precede就是在前面 那succeed就是在后面 那既然precede在前面的话 要是你前面没有东西 我们就加一个un在前头 那后面precede这个词 变成一个形容词的变化的时候 会变成precedented So unprecedented 就是前所未有的 好 所以这个又再讲了一次复习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词 听了几次还不够熟 再多听几次 一定会越来越熟的 我们常强调单字要怎么背 看他看了很多次就背起来了 所以unprecedented 对于老同学来说 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才对 所以这里说了 So he replied 我想把这句都读一次 整整段 因为它是在CBS的 那个60分钟的那一个节目 我讲60分钟是节目名 它的节目名称就叫做60 Minutes 而不是跟你说这个访谈60分钟 不是的 事实上也是啦 So asked in a CBS 60 Minutes interview broadcast on Sunday whether US forces would defend the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island claimed by China He replied So he就是Joe Biden Yes in fact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K If in fact 对不起我刚刚没念 没念清楚 再一次 Yes If in fact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所以是的 我们会 如果事实上有这么一个 前所未有的攻击的话 我们就会 所以就是yes这个字 就是已经是 非常清楚 It's clear as day 就是美国会出兵来守护台湾 防御台湾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就觉得 你承认 就是你 你回答yes 我没有听错 所以这时候主持人又再一次问了他 然后这时候Joe Biden也非常非常 就是categorically的说 我们会出兵 所以我们这一段 接下来这一段读一次给你听 So ask to clarify If he meant that unlike in Ukraine US forces American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Biden replied yes OK 非常清楚的yes 所以这句话我们再 稍微讲得清楚一点点 这是文法上 或者剧情的解析上 所以被问到 asked 被问到 来去讲清楚 clarify clarify什么是 是否他意指的是 后面这件事 So ask to clarify if he meant 如果他是否 他是不是表示着 意指着 if he meant 就mean的过去是 mean what 那后面用指句that接下去 那所以that后面会有主持动词 那that后面他先一个铺陈 就不像在乌克兰 美国人其实是会来保护台湾 不像在乌克兰 因为在乌克兰 他们真的没有出兵 Right 所以我们本来也以前也以为 可能俄罗斯 打下去 美国也会出兵来帮忙一起守 结果没有 美国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些资源上的协助而已 他没有出兵 所以这里才说 if he meant 他是否表示 that unlike in Ukraine 不像在乌克兰 美国人会来守护台湾 so US forces 还特别强调 US forces是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跟我讲 US forces 他可能涵盖的东西 非常广 他如果今天只派无人机好了 无人机飞过来 然后对着中国上海北京炸一炸 那这不是派人过来 这只是派军事力量过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要讲清楚 是不是你愿意让美国人来牺牲生命保护台湾 所以他这里说 Unlike in Ukraine US forces 然后用两个 海粉把它包起来 American men and women 他强调就美国的男人与女人 你看还把性别顾得很干净 很清楚 就是不止男生 女生也有 American men and women 会干嘛呢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所以你是不是表示 你是不是一直着 你真的会送我们的军人 来台湾守护 Right OK would defend Taiwan 那拜登回答 Yes 我其实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整个就 What 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用一种 经过精密计算的 经过精密计算的什么东西呢 的一种模拟两可的态度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有时候叫它 Strategic Ambiguity 有时候叫它Calculated Ambiguity 都可以 ambiguous这个词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 但无所谓 我们先往下看一下 等一下遇到再说 我们再看一个词叫Gobe Yes 好 所以 所以这是拜登 他出现 然后他表达了一下下 他们会 就是拜登这个美国的立场 会超过了这个 嘴巴上讲一讲说 我们会 我们可能会 可能不会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 可是我们要维持台湾的和平 总之维持和平是他们唯一的最高指导原则 他没有讲再打这些 他已经超越了他原本愿意 cover的那些刚说的Strategic Ambiguity 所以这里说的 The interview was just the latest time That Biden has appeared to go beyond Longstanding stated US policy on台湾 So he has gone beyond The longstanding 这维持很久的 的一个美国 所一直强调的一个policy 就是他们的这一个 法规原则之类的 所以go beyond 就是超越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多讲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 就go above and beyond 那刚刚只有beyond 我多加个above 有什么差呢 above是什么的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片语的意思完全不同 它的意思是 你会为一件事情 做超多的 超越了你原本预期的还要多 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非常爱你的儿子或女儿 你的小孩好了 那你爱到他 爱他爱到呢 就是他今天要办个生日 那你一个月可能赚个三五万块 可是你却为了他 throw了一个budget 总共十万块的party 就只为了让他生日人也开心一下下 So that's going above and beyond to make your child happy to give your child a memorable birthday So in order to give my child a memorable birthday I will go above and beyond in terms of planning in terms of throwing a wonderful party So go above and beyond 就是做这一个超过很多的事情 OK 来为了达成一个什么目的 所以不是只有付出100% 你付出的是500% 这叫做go above and beyond 但这个片语没有出现在刚刚里面就是了 我们刚才看到go beyond 总之就是做超过了这样子 好OK 那下一个我们就看到就是我刚刚说的 So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stuck to a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not making clear whether it would respond militarily to an attack on Taiwan 所以美国一直以来都是 stuck to a policy 所以stick这个字的过去分次 就我们说遵守着 紧遵着stick to something 那它的过去分次是stuck这样子 OK 那仅遵守着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像adhere to也是一样 也有类似的意思 甚至comply with 这三个我们常常放在一起讲 OK 所以美国一直坚守着 一直配合着 他们自己所生出的一个policy So the U.S. has long stuck to a policy a policy of what of strategic ambiguity strategy这个字叫做策略 战术上的strategy OK strategy 形容词strategic 所以战术上的形容词ambiguous ambiguity 就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清 所以他们一直从来都没有清楚地表态过 到底要不要替台湾打仗 所以strategic ambiguity 我刚给你另外一个字叫做calculated 所以经过有计算的 所以我们经过了计算 发现我们站在中间 不把话讲清楚 才是最好的立场 这就叫做calculated ambiguity 也没问题 好所以这里OK 我们刚刚那句我还想再把它讲清楚一点 So the U.S. has stuck to a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not making clear 就不把它讲清楚 whether它到底会这样还是会那样 whether it would respond militarily 所以回应 用什么式的方式回应 用军事方面的回应 所以这里的军事反而用成了副词 因为它要修饰的是回应 所以军事上做回应 回应是动词 so whether it would respond it would respond respond是动词 militarily副词 修饰respond 这样听懂 respond to what 回应什么呢 回应对于台湾的一个攻击 to an attack so the U.S. would respond to an attack attack谁 台湾 attack on台湾 OK 好 所以这里也没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看 中国当然不开心 所以这边有一个词叫做 yes so China was strongly dissatisfied and resolutely opposed to Biden's comments 所以 dissatisfied 强烈的不满 我们要把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做比较 就是unsatisfied 所以一个字 dissatisfied 另外一个是unsatisfied 差别在哪里 我先打中文给你看 dissatisfied就不满 OK 不爽啦 也可以啦 没爽啦 那unsatisfied呢 则是没有满足 没爽 不是没爽 是没爽到 那不一样 对不对 没爽是不开心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以前应该也是举这个例子 就我好多好多集以前 也说过这个啦 说真的 我都已经做500多集了 很多东西我都重复讲过 但我知道没有关系 因为新观众一直来 而旧观众也很需要 在这方面上面做复习 你家巷口开了一家咖喱饭 你去吃 吃完之后发现很难吃 你是不爽 还是没有爽 你可能会说两个都是 那不一定 好了 听完我讲这个例子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那个逻辑上 要是没有很完美 我自己都会卡一下 想把它补完美一点 可是有时候觉得太啰嗦 好了 我们先把这边再讲完 所以你吃那个咖喱饭 觉得很难吃 那你应该是比较不爽 你不是没有爽 所以 you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od 这OK 那我们换一个说 换一个scenario 一样 你家巷口开一家咖喱饭 你去吃 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可是 它就只有两三口 你的饭量很大 那你吃完之后觉得没饱 那你又不爽 你没有不爽 因为很好吃 所以你没有不满 但是你是没有饱足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 unsatisfied 这样听懂的意思 好 OK 我知道我可以想象 它有时候两个 可以overlap就是了 不过 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 那还有一个字叫做 insatiable 我觉得长得也蛮像 insatiable 有时候我们会说 有的食物吃下去 饱足感很够 那个字就是satiate so if something is satiating 就是它的饱足感蛮有的 所以satiate这个字 打给你看 OK satiate 那什么是insatiable 就是你的食量大导 怎么吃都吃不饱 所以insatiable 不会形容食物 而会形容人 我很难想象食物本身 insatiable 食物本身是没有办法 satisfy你 那用的是satisfy 那可是一个食物 食物可以satiating 像刚刚说的 这个食物吃下去饱足感很够 例如说米饭就是很有饱足感的 所以很多人每餐一定要吃饭 我自己也觉得每餐有饭比较好 比较饱足感 so I feel satiated because rice is a satiating food so it satiates me so I feel satiated 可是如果吃再多饭都不会饱 I am insatiable 米饭不是insatiable OK 好 讲到这里 所以大概是听懂了 来 所以中国就strongly dissatisfied 好 那没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常常有是讲一个那种很屁的那种 像 我知道同学一定都懂这个概念 就是 我跟你发生一些争执 然后我就说 我要保留法律追溯权 所以我要保留这个能够告你的权利 保留法律追溯权 那 比较懂法律的人都知道 这句话就是废话 屁话 因为无论如何我要告你 绝对是我的自由 不管你有没有可能被我告成功 不管我告下去会不会成功 总之我一定是可以告你的 那顶多告不成而已 对不对 我希望你懂这个概念 像例如说 假如我邻居把他的拖鞋放到我家门口来 然后我履劝不听 我就跟他说我要告你 然后说告 是怎样 对不对 那告得成吗 大概告不成 因为这事实上没什么三小损失 可是我能不能告 我还是可以告 我只要找个律师 然后我写个律师函怎么给他的 那就是告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中国 他在这里就说了 中国保持 要来 这个军事上 回应 或者就是 来去反制我们的 国土分裂的这些作为 中国保留着 对这件事情做反应的权利 Sure Whatever you say 所以这里才说了 他说 China 就warn Warning the China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unter separatism 好听懂 没听懂我讲一下 China reserves the right 所以这个reserve the right 就是保留什么的权利 OK 这或许我应该把它变成 我们今天影片的标题 我保留什么什么的权利 保留法律追溯权 你随时都有 告人的权利 不用保留 总之 reserve the right to what 所以什么权利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来采取任何 有必要的手段 来去反制 我们这个国土分裂 Right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我们更早以前 绝对有讲过 很有印象 这by all means necessary 就是用任何的 你觉得有必要的手法 手段来做什么事情 所以by all means necessary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两个片语都有measure 都有necessary这个字 还蛮好听得懂的 大概是 好 OK 然后再来 这个片语 不错 那总之我们台湾的外交部 就非常感谢拜登 坚如磐石般的 这种美国对台湾的 安全上的保证 的承诺 坚如磐石般的 所以什么叫 坚如磐石般的 Rock Solid Security Commitment 我相信他们大概会 这样做翻译就是 所以我们就鉴赏一下 Rock Solid 坚如磐石般的 对台湾的 Security的Commitment Well thank you We appreciate it 好了 所以 大概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就讲了一些 这个有趣的片语 以及 大概算是更进一步强调一下 就是美国守护台湾 是真的会派人来 因为在那个interview里 他讲得很清楚 You're going to send American men and women to defend台湾 Yes Joe Biden说 好了 哼 我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那个访谈的时候 我看到Joe Biden就是 有一点点笑笑的 然后他就看着那个interviewer 非常清楚 我相信当时甚至是清楚 他并不是 据传据文 好像常常脑袋不太 有点那个不清不楚 他就看着他笑笑的说 Yes 这样子 So I can see the commitment OK That's shown through his expression But again 我还是在强调一下 我觉得 If you go back on your words 也不怎样 或者是事实上 政治人物或什么的 你要是反悔了 或干嘛的 事件 奈你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片语 Go back on somebody's words Go back on somebody's words 就是反悔 OK 就是反悔 好 那台湾的 到底前途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事实上 老师最近家里面 比较多事情 所以 我还是会继续制作 影片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其实 我已经把工作吃掉了 因为要处理家里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在教书了 但我还是觉得 我或许是能够 用家教的方式 来去继续我的补教生涯的 所以如果说有家教兴趣的同学的话 我们是可以安排来 就用线上的方式做家教 好 那有兴趣的 或许你就可以 comment给我 或者留言给我 或者在脸书上找我 但总之找我 不会太困难的 或许在我频道的资讯栏里面 我有放我一个我的email 所以你也可以email给我 If you need my help That is 那我们再来arrange 看是怎么样的时间 好 所以算是不小心打了一点广告 但总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也觉得这个新闻 对我来说还蛮shocking的 说实在的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